美國海運聯盟與國際碼頭工人協會間的六年合約 在30日到期前 雙方仍然沒有公示下 四萬五千名工會成員自一日凌晨開始加入罷工 造成美國東岸從東北的緬迎州 一直到墨西哥灣的德州 共36個港口受到影響 自取是小羅斯福以來最支持勞工的拜登 力挺港口工人罷工 為自己爭權 美國海運聯盟在8月曾提議工作六年加薪50%的協議 但國際碼頭工人協會卻提出六年合約加薪77%的條件 因為目前東岸港口工人工作滿六年的基底時薪為39美元 約新台幣1248元 但相比之下西岸港口工會的工人卻能賺到54.85美元 約1755元 而且工作六年以上西岸工會的工人在2027年還會再加薪到60.85美元 同時工會也要求港口禁用自動起重機以保障工作安全 拜登雖然已經在罷工前承諾政府不會干預 但仰賴美國汽車零件的歐洲車商都對罷工持續的可能感到不安 已經在敦促美國政府盡快介入 有專家表示 受罷工影響的港口 去年經手的汽車和零件總額高達1357億美元 約新台幣4.3兆元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